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可以自称是一部战争片了 所以我觉得怎么也能拿到一半以上的分数 我注意到了片头字幕 写远东朝远战争的王树增是剧组顾问 很多细节明显是从他里面普及性的历史书里面照出来的 尤其是开头十几分钟 强调了普通军人的家国情怀 效果相当好 我们要看到中国电影行业在进步 开始有了尊重历史的意识 但是一旦进入战争场景 很多细节就不得不连续扣分了 比如说主角随便掏出一个双人使用的翻坦克火箭 对着天空打下飞机 太超越城市 又比如说志愿军在战场上抢了一辆美国坦克 和对方的坦克飙车单挑 这明显是像前几年的电影《红海行动》结尾的断楼之境 我甚至会想 是不是剧组角的熟悉的元素用起了成本低 为了在自己的主场讲故事 专门创造了一段历史 在坦克飙车的过程中 美国人开炮 志愿军的英雄用炮弹把对方的炮弹打偏 这个场景我不用这三个导演是谁派出来的 一定是徐克把武侠片飞剑决斗的套路拿出来用了 后面攻击美国陆军31团基地的时候 美国人开着坦克撤退 飞机扔了一枚发烟装置在基地里面 准备引导后续的轰炸机投弹 老班长开上吉普车 把发烟装置带到了基地外面 这种程度的夸大我还能容忍 但紧接着老班长开车追上了美国坦克群 引导美国轰炸机把美国坦克都干掉了 这我就实在是不能忍了 另外因为疫情拖延了上院线的时间 剧组本来有非常充足的时间去打磨剧本 但是整场电影看下来 除了开头十几分钟 我始终觉得我在看一部现场话剧 一部演员始终认为观众也在拍片现场的话剧 因为我发现大多数台词根本不是演员之间相互交流 而是专门对我们观众说的 比如说美国飞机进入视野来轰炸了 十几秒之后就要投弹 已经被炸了好多次的军官要求部下注意空袭 他高喊 美国飞机来了快散开 这完全不符合普通人说号的逻辑 正常人肯定要说你快跑有轰炸 这就是他们怕观众跟不上剧情 专门加强的信息 反而弄巧成拙 电影中间 九兵团的司令宋世伦走到了指挥所外面 顶着雪花看了一眼温度计 零下31度 他说我们的军队要对付的不只是美国人 这本来是挺好的一句台词 就是后面一定要加一句 说他们还要对付寒冷的天气 我立刻觉得这是一部给小孩子看的科普片 太害怕观众看不懂 所有的细节都要说出来才放心 结果用力过猛 让人处处出戏 前面说的这些最多只能说明剧组有问题 还不能说明他们不专业 但是电影有两个核心的减分项 实在是太严重了 第一大减分项 是为了给易烊千系列领先助演配戏 前面的剧情拉的太热了 最后没有给核心历史要素留时间 三个小时的电影 本来长到你希望中间停一下去洗手间 但是看到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候 你会忽然意识到 长津湖战役还没开始呢 前面都是各种铺垫和序幕 接了半个小时 他们用了各种玄幻的情节 消灭了陆军31团 马上就要对付真正的敌人 去围攻和追赶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了 这个师长也恰恰是前面铺垫了很久的对手 结果全片结束了 看完之后我非常诧异 为什么片名会叫长津湖 第二个减分项是忽视核心历史要素的必然结果 整个片子到处让名人依次出场 比如说毛岸英要加戏 各个将军元帅反复以上课的口气 对着屏幕外面上政治课 这明显是前几年拍建军大业建国大业的风格 这些都是走秀片 到处堆砌踩点找政治正确 结果忘了讲故事 破坏了层层推进的观影感受 把一顿豪华宴席做成了中党的自助餐 虽然肯定比街头的自选麻辣烫还是要好不少 但明显没有用心去准备 如果说拯救大业建议算是9分以上的成功战争电影 我考虑到前面这两个减分项 实在很难给长津湖打6分以上的评价 所以我给他打了5.5分 既然我认为电影的主要问题在于忽视历史元素 我这里就要先谈谈长津湖战役的历史背景 从朝鲜半岛的3D渲染地图来看 在朝鲜半岛北部 平原和平缓的丘陵都进入在半岛的西南岸 而东侧和北面是非常险峻的山区 在两片区域中间有一条最险峻的山地 分割了两部分的交通 直到今天 这两部分区域之间也很少有交通干线 抗美援朝前两次战役都是在朝鲜半岛北部打的 所以在地理上被切割成东西两个战场 西线是双方兵力集中的主战场 志愿军在这里对付仁川登陆来的主要敌人 东线是侧翼战场 志愿军要应付圆山岗登陆的侧翼力量 第十军 放大朝鲜半岛地形图 可以看到东海岸有几个较小的平原靠在一起 这是北面的咸兴市和圆山市 圆山就是美国登陆上来的地方 咸兴市和南面的兴南港 是美国继续进攻的后勤基地 从兴南港往北 在崎岖的山地中间 有一条相对开阔的山谷 直接指向中朝边境的鸭路江 这就是狼林山脉和复战岭之间的主要北上通道 所以美国东线第十军 把最强的陆战衣室摆在正面 带着陆军第七师的三十一团 穿过了这条主要通道 第三是掩护左翼 而志愿军在东线的核心任务 就是沿着这条主要通道 反击陆战衣室和三十一团 第一次战役的时候 最先进入朝鲜的四十二军 在通道南出口的黄草岭阻击了陆战衣室 然后主动退出了战场 知道了志愿军已经放弃朝鲜上的错觉 等到陆战衣室和三十一团走到通道中部 志愿军的九兵团三个军 重新进入朝鲜 强行穿过山地 形成了半包围的弧形 准备伏击陆战衣室 在地理上来看 这条通道的主要形成原因 是长津江切割了朝鲜北部的山地 长津京所黄草岭发源 本来是向北流入鸭绿江的河流 三十年代 日本占领时期 在长津江北面修了水坝 形成了一个人工湖 也就是今天我们重点要说的长津湖 水坝提高了人工长津湖的水位 日本人又在水库南面修了一个向南的排水通道 让湖水向南流向东海岸 利用高叉来发电 供应南面的咸兴和兴南工业区 主要公路跨越这个排水通道 形成的水泥结构叫做水门桥 美国的中路主力进入通道之后 形成了背靠水门桥 面对北侧长津湖的局面 陆战一师的领导 少将史密斯分配陆军三十一团 沿着水库右侧前进 到了新兴里 陆战队自己的主力走左边 沿着水库的西侧前进 到了柳潭里 他的前卫部队距离加路江 还有100公里的直线距离 陆战队的尸部暂时停留在水库南端的分岔点上 麦克阿瑟给第十军的命令是 快速推进到鸭路江 第十军的军长陆军少将阿尔蒙德 坚决要贯彻这个命令 催陆战队快走 但是陆战一师的市长史密斯 从上岸就和42军在党 觉得对手没有那么简单 觉得要稳妥一点 他的水库南部的下节雨里 就是在尸部所在的地方 修了一个飞机场 周围部署了防御工事 要建一个稳妥的前进基地再走 万一遇到什么问题 他还可以退回来 阿尔蒙德军长是个陆军少将 无条件支持自己的领导麦克阿瑟 但是史密斯市长也是海军少将 军衔是一样的 而且还带着绝对的主力 所以阿尔蒙德也不能完全无视史密斯的意见 只能允许他修好飞机场 从卫星照片上来看 朝鲜人直到现在还在使用陆战一师修的飞机场 就在军长和市长争论的时候 九兵团三个军对着长津湖过来了 九兵团的装备虽然远远不如美军 但是从解放战争时代开始 美国军也高度依赖自己的卡车运输队 步兵后半也是跟着一批卡车的 也绝对不希望放弃这批卡车 这一点美国人也知道 但是刚刚过鸭绿江 东际山区的道路就导致一半的卡车坏掉或者出故障了 另外一半卡车 美国飞机也不太区分是朝鲜人民军还是志愿军的 基本上都炸了 这就制造了一个意外效果 美国侦察机看不到多少卡车开往长津湖 认为不会有大部队南下 没有想到中国军队敢于放弃后勤 强行军进入山区 对长津湖水库周围的三支部队形成了半包围 这就是开打之前的基本形式 然后我们说一下美军的兵种问题 二战之后 一方面世界大战结束了 另外一方面 美国暂时垄断了原子弹和战略轰炸机 以为不会有人挑战自己的霸权 不太重视常规部队的建设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 美国甚至连现役的航空母舰数量都不如英国 要依靠重新起风的退役航母 才恢复了战斗力 连航空母舰都要退役 陆军 尤其是适合山地战的步兵衰退就更厉害了 除了第一步兵师之外 现役的师基本都缺缘严重 炮兵团往往只有两个营 每个步兵团也要缺编一个营 编制18000多人的陆军师 维持训练的现役军人只有一万多 必须在开战之后补充预备役才能打仗 像24部兵师这种在日本驻扎的部队 更是又瘢又堵 性命流行 战斗力已经开始向国民党军扣拢了 但是海军陆战队是美军常规兵种的例外 就在陆军搞抽签义务兵制度的同时 陆战队维持了全志愿兵一致 所有的士兵都是主动加入军队 长期训练 满员率 训练水平和士气都远远高于陆军 所以东线战场由海军陆战一时 加上陆军的31团战斗群走中路 直接面对志愿军的主力 被水库隔在东面的31团战斗群 和其他的陆军面对没有大区别 装甲部队还留在了南面 后来保卫了下检余里的机场 当然也就保卫不了自己 在开打第一天 志愿军就仗着自己还有储备的体力和弹药 把31团打回了主阵地 甚至还把配属的炮兵16团的75毫米山炮群 推到了前线 三天就吃掉了31团 然后九兵团全力围攻陆战一时 在缺乏弹药和食物的情况下 用迫击炮和步枪压迫重火力的敌人 冒着大雪从长津湖一直追到了兴南港 对陆战一时的漫长战斗 是战役最惨烈的部分 志愿军围攻柳潘里打成了相持状态 反而让水库西面的这两个陆战队团 退向了下检余里 志愿军主力又去围攻下检余里 被史密斯市长预设的攻势挡住 而31团榴弹南面的坦克 也发挥了重要的防御作用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 柳潘里到夏节雨里的公路 不是贴着水库走的 而是在山里转了一个90度弯 绕过最险峻的高地 史密斯在这个弯道处的德洞山口 放了一个连 要求他们接应前后的部队 这个F连长前后脱离了主力 誓死守卫阵地 砸开40厘米后的兵面修工室 在志愿军几个团之间守了6天 等到前面的部队退下来才一起走 他成了柳潘里部队突围的最重要仪仗 在到达陆战队的石木机场之后 大多数美国士兵都希望 能够坐飞机早点脱离这片残酷的雪地 但是他们的史密斯市长意识到 一旦有了逃离的方面途径 剩下的部队肯定就没斗志了 避免会导致后面的部队被全捡 甚至会导致士兵争夺逃跑机会 整个师都不一定能走掉 之前31团之所以冲不掉志愿军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个主要原因 使他们的部队下意识地认为 水库兵面上看不到志愿军 是逃跑的遍捷通道 所以拒绝跟着军官去从山里的路上 然而水库兵面最宽只有一公里多 无者无党是两面山上机枪 甚至步枪射击的好八成 虽然因为通信不畅 志愿军的确放过了几百个美国部队穿过兵面 但是更多的美国部队在无者无党的兵面上当了靶子 最后被兜回来和整个团一起被围解 所以史密斯市长只是通过下节鱼里的机场 把伤员都送走 既保证了机动性 也保证了剩下的人指望不上飞机 只能努力突围 当时杨根斯连长带了一个牌 绕到下节鱼里东南的一个小高地上 抱着扎尔包冲向了美国坦克 打击了陆战队的突围决心 但同时为了救自己的海军战友 美国的海军飞行员也非常拼命 冒着迫气炮弹在降落起飞 甚至还有鱼类机在兵面上降落 带走了伤员 送走伤员以后 陆战一师继续前进 带着重装备要通过水门桥 志愿军前沿的几支独立阻击部队多次炸桥 想迫使陆战一师扔下重装备 同步撤退 当时也的确有美国军官提出了 同步突围的意见 就连他的上司阿尔蒙德也允许 陆战一师扔下任何重装备突围 但是史密斯师长意识到 在雪地放弃车辆撤退没有好后果 他坚持几次修桥 还从日本空投了桥梁布景 保障了突围突中强大的反击火力 而南面的志愿军连排击单位 因为穿插的实在太远 完全脱离了后勤线 往往被冻在阵地上牺牲 形成了好几个冰雕连烈士集体 只有极少是志愿军具备高寒山区的生存经验 积极防冻 能够完全避免冻伤 这其中就包括后来的国防部长 池浩田上将 对应了电影里面那个升到营长的老连长 追到兴南港附近之后 志愿军连排击炮都跟不上了 步枪子弹也差不多耗尽 前线部队饿得走不动 没有能力再往陆战一时前面迂回 也没有办法往平地上冲锋 只能沿着两侧的山地平行追击 但是志愿军始终坚持保持高强度作战 让美军感受到大部队追击的压力 美军退到兴南港的时候 还有很完整的几万部队 算上韩国兵可能超过十万 他们背靠着海上的航空母舰和巡航舰 不缺吃喝也不缺弹药 而九兵团的二十军和二十七军 大多数时都只剩下十几个不完整的步兵连任开枪了 根本不可能攻城 九兵团的二十六军比其他两个军倒的慢一些 兵力也相对完整一些 二十六军为了追击 曾经尝试过大编队白铁型军 直接被美国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打散了 一度失去了进攻能力 但是美国被志愿军冒着严寒拼死追击的士气震撼了 也不敢想象这些动不死的部队 后面还有什么样的力量 所以美军还是决定从海上逃跑 彻底放弃了东线战场 从物质上来说 志愿民运当时已经明显是强弩之末 但是七十上赢了 这就是所谓三军夺弃 后来美国军都要到第四次战役 守住了敌平里 才把这口气抢回了一半 当初登陆的时候 美国打算以星南港为基地 占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 所以运了很多货物商案 日本占领期间 也在星南港附近留下了很多工业物资 为了避免这些物资被中国军队搅获 美国工兵在这里制造了 一系列有蘑菇云的大包战 在几十公里之外都看得到听得到 追的最快的几个志愿军干部 知道核武器的特征 以为美国不小心把自己的原子弹弄炸了 12月25日圣诞节 在九兵团脱离后勤发起进攻的28天之后 在美国31团战斗群被歼灭的25天之后 27军牵头部队进入了星南港 成津湖战役终于结束了 这个时候跟着美军在海上飘的人 还包括现在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父母 这样说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打掉陆军31团战斗群 只是长津湖战役的一个序幕 长津湖战役的主体 还是后面对陆战役是漫长的围攻和追赶 这期间志愿军的补给水平越来越差 气温却始终保持在零下几十度 11月14日 31团被歼灭之后两周 西伯利亚的寒潮到达 温度达到了战役期间最恐怖的零下40度 连陆战一时都冻死冻上6500人 而这个时候恰好九兵团自己携带的物资 已经完全耗尽了 第一批后续物资刚刚到达长津湖 还有几天才能发到一千单位 很难想象志愿军是怎么熬过这一个月的 与其同时 陆战一时伤亡四千 总检员超过了一半 依然保持了完整队列 有纪律的突围 这绝对是地球上最强悍的对手 如果不是陆战队在二战之后保持了训练水平 不是史密斯少将敢于带兵 敢于承担责任 换成任何一个美国陆军师 换成任何一个没有主舰 不敢反驳麦克阿瑟的军官当市长 志愿军肯定就在到达兴战港之前 就把这两万人都留下了 甚至还可能得抢在其他美国陆军部队之前 占领港口 再困住美国至少一个事 然而在电影里 我们看不到志愿军将近一个月的围攻和奔跑 看不到持续一个月的兵天雪地 看不到突围路上凶悍的陆战一时 看不到日本飞来的运输机空头桥梁构件 看不到星南港上的蘑菇云 甚至开头渲染人船登陆的时候 壮观的美国海军都看不到了 只有第七连经过侠客传奇事的行军 赶上了围攻31团 在一场夜战之后 老牌长开着计谱车 装着信号弹去干掉美国的坦克群 然后我发现距离影片结尾只有几分钟了 一系列本来应该作为高潮的情节 在几秒的镜头中一带而过 前面铺垫了一个多小时的史密斯市长 居然完全没有看出有什么过人之处 这个时候我真心想问问导演一句 你三个小时都拿来干啥了 就算导演不会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如果影片最后是几个精疲力尽 满脸洞窗的志愿军冲进城市的废墟 在美国销毁的物资中拿出几个罐筒来分享 对着海面上美国军队的剪影 表现出带遗憾的轻松 怀念这场战斗中牺牲的战友 我还能给这部电影打到计格以上的分数 结果呢 结尾镜头一转 志愿军以饱满的精神 密集的队形打着红旗冲到了终点 用朝鲜集体操事的场景 对着海滩欢庆胜利 我立刻就觉得 对长津湖战役的整体认识都被颠覆了 壮烈和惨痛交织的荣誉 变成了国庆假期的轻松气氛 所以我只能给这部电影打5.5分 按照以往的惯例 在批评之后 我应该提出一个自己的影片内容架构 我认为前面十几分钟国内的部分 稍有删减就可以保留 志愿军连场从胡州老家被召会部队 经历了动员大会集体登车 打开车厢门 看到山海关附近的万里长城 然后在火车站附近快速收进了棉衣就出国 这部分情节拍的相当不错 看得出国内导演在静态和单线叙事场景上 已经相当有经验了 但是后面的情节绝对要大改 毛主席和其他高层领导的决策 完全可以化作穿插的黑白纪录片和背景音 反而会更增加历史感 至于毛岸英的部分 没有必要照片拍摄 这样也就不必让第七连在长津湖战役之前 就扛着电台去志愿军总部走一趟 还要为此引出一段宣宾多主的虚构战斗 在电影里边 整个兵团都缺粮食缺棉衣 七连因为去了一趟志愿军总部 就能换新衣服吃白饪头 毛岸英戏撑之后 彭德怀高声命令邓华狠狠打去报仇 这种充满江湖气的负面情节都要坚决拿掉 但是虽然我批评长津湖的情节太散 但是我并不认为七连在电影中 就应该立刻加入长津湖的战斗 从国界到长津湖有很远的距离 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变化 在途中遇到空袭 这一类场景是可以保留的 而且要增加 其他想增加的场景 我希望是部队一路前行 补给越来越少 气温逐渐降低 沿途的村落被战争破坏 无法像国内那样提供补给 战场气氛是可以逐渐累积起来的 甚至可以安排一些朝鲜人民军的零散部队 在路上偶遇介绍美国部队的强大战斗力 最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看到七连是一个15万人兵团的一部分 还有无数个七连顶峰冒雪走向战场 不断消耗自己的干粮袋 把重武器留到身后 为了躲避美国侦察机 部队夜间又蒙着红布的手电筒照明 低声喊着口令通过路口 临近战场才逐渐散开 进入山区潜伏 这才是战争的气氛 如果上了战场 总是七连自己露脸 战争片就有点武侠门派争地盘的风格了 接下来战役正式开打 优先展现了歼灭陆军31团 这没有问题 但是应该体现这是一场残酷 但是相对顺利的战斗 要通过俘虏和情报人员的描述 让观众知道 对陆战一师这个总boss的战斗 这才刚刚开始 现在的剧情展现史密斯少将的决策 已经懂得要展现敌人的优秀之处了 那就更应该充分体现陆战一师的强悍 不是只有鲜血飞剑才是战斗 不是只有胜利的渐变战才值得表现 我们国家之前拍过很多关于长征的影视作品 比如说爬雪山过草地 就算不打仗也是一部史诗 长津湖战役几万人在冰雪山地上行军 白天又分散开 躲着空袭和卡车去比速度 晚上冒着寒潮去偷袭去破坏道路 两面反复的修路和破坏 这都是能拉动观众激情的地方 长津湖战役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冰雪中的长时间对峙 但是电影中 从宋十轮站的零下三十一度的温度计前 脸色不变开始 我就知道 导演其实不理解零下几十度是什么概念 作为一个长城外的山区居民 我想说 单一副不怕零下四十度严寒 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九兵团虽然的确没有完全换东装 就去进入了战斗 但是在济南整训的时候 他们也穿上了多层的丘装 在辽宁几个出国地点之间切换的时候 薄绵一的普及率还算可以 后面一也发到了一定的比例 战士直接用江南驻地的服装 硬靠四十度低温的粒子 我不敢说完全没有 但也变是凤毛铃脚 当然这还是不足以解决零下几十度的潜伏问题 但是当时的战士回忆路很多 可以看 部队前进的时候 棉衣虽然不够 但是大多数人带了棉被 潜伏的时候 多人一组 用棉被外围挡风 内圈相互靠拢 用彼此的腋下 给对方的脚趾头来挡风 隔一段时间 就要起来搓手 用血水洗脸 这都是熬过寒冬的重要方式 是九兵团最后 还有接近十万人 能够参加下一阶段战斗的原因 但是在这部长津湖里 少数几个镜头体现了 战士就是在山坡上 一个个分散着硬扛低温 整体的战争气氛 立刻就错了 现在的影片 我们看到支援军的路边 冻成了冰雕 但是我们更需要看到 这个连队在漫长的伏击中 变成冰雕的过程 需要展现一部分战士 站不起来的时候 剩下的战士是怎么决定 继续留守的 我们看到杨根斯 最后一刻拿起战二包冲锋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 他守卫的高地 是陆战一时突围的必经之路 影片最后一幕 志愿军到达了新南港 但是影片更应该展示 新南港烧木岸的仓库上 升起蒙古云 作为整个战役的谢幕 美国人已经给我们 准备了壮观的背景 我们是不缺点特效经费的 最后是影片的字幕部分 我们还可以多介绍一些 重要人物的相关信息 比如说强悍的对手 史密斯市长 暂时接管过整个第十军 他最后被提升到上将军权 而那个只知道 赞同麦克阿瑟的阿尔蒙德 离开朝鲜之后 再也没有带过部队 最后以中将军权退伍 对比一下他们的经历 更能体现志愿军的胜利来之不易 三十一团的最后一个指挥官 费斯忠孝 就是我前面说 因为步兵从湖面上逃走 没有能够冲破志愿军阵线的人 他后来被士兵抛弃了 算入了失踪军人 2013年挖住骨头测DNA 陆战一时突围的同时 航空兵司令哈里斯的儿子 作为营长在地面上被打死了 这些信息都可以放到片尾字幕 也可以在人物最后一次 出场的时候介绍 都可以明显增加历史感 总的来说 我认为长津湖这部电影的 核心问题是剧情 一方面应该表现的关键情节 被轻轻放过 另外一方面 虚构对剧情宣宾夺 扭曲了观众的历史认识 也破坏了电影节奏 所以我希望 下一部朝鲜战争电影 在邀请领先主演之前 先做好剧本 做一部无论谁来演都出彩的剧本 如果总是先确定主演 再围绕主演的特色去配戏 这种历史剧是一定会出问题的 我倒不是反对历史剧 有一定的虚构成分 既然是拍电影 要通过一个完整的故事 展现一个历史事件 就需要让主演角色 尽量体验历史事件的每个侧面 如果历史上找不到 这样一个比较凑巧的人物或者单位 那稍微修订一下历史事实 增强少数人的戏剧性 是我完全可以接受的 比如说历史上 九兵团三个军各有分工 虽然27军承担了最多的战斗任务 但也不一定能够找出一个 打满全场的连队 如果我们希望展示 从进入战场到最终战领港口的全貌 给一个连队多安排一些战斗经历 甚至把多位英雄团队的事迹 集中起来放到七连身上 这完全没有问题 甚至我还很遗憾 石浩田将军的一些真实事迹 没有直接体现给七连 又比如说历史上的九兵团 虽然的确是从江南地区收拢部队北上 但他没有直接去朝鲜 而是先到山东锦南附近驻扎集训 期间没有说出国作战 只是让大家坐好去东北加强边防的准备 直到火车深夜开过深海关 总参派了一个将军等在站台上 把刚刚确定的绝密文件 交给了火车上的司令部 九兵团的军官才知道 要直接进入朝鲜了 在电影里面 部队中秋夜发起动员 从江南驻地上火车之前 就高呼保驾卫国 替子孙把打美国的任务做了 然后火车直接穿过了山海关 在大好河山的秋色中直奔边境 这虽然不符合事实 但是非常精彩 是加分而不是减分 电影后面还有我军抬高抢口 放过三人一团带队上校 直接搅货团旗的镜头 这和历史也不太对 历史上这个上校被打伤 当场就被关注军官的志愿军 拖到车厢带走了 团旗也没有刻意地去搅货 而是作为蒸馒头的龙铁 偶然带回来的 但毕竟我们的确抓到了团长 抢到了军旗 所以这种程度的修正属于小问题 但是某些不符合历史 也不符合逻辑的虚构 是没有必要的 除了前面提到的坦克炮弹对撞 无制导的火箭打坦克之外 巨组为了加强观看效果 自作聪明地加了很多惯用的桥段 比如说用普通的手榴弹 绑起来炸F4中型坦克 这显然是从抗日边 对日本坦克几毫米装甲的桥段 改过来的 实际上这种手榴弹除了直接塞进之外 对于中全坦克基本无效 后面志愿军又拿出的炸药包炸坦克 这就让人纠结是什么炸药了 黑火药的话 那个炸药包太小 效果不够 而且黑火药基本已经被淘汰了 如果是TNT炸药 这个影片里边反映它 能够用子弹引爆 这违反了基本爆破原理 因为TNT炸药是不怕子弹的 当时志愿军有不少的解放战争 缴获的反坦克火箭 都已经拿出来打飞机了 那志愿军长说打坦克就挺好的 另外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导演 巴索卡火箭需要两个人操作 而且解放军当时是不会用美国的礼语 去说巴索卡火箭的 通用的成果是火箭炮 当然最大的虚构错误 是为了给易烊迁徙安排成长经历 让七连出国就遇到了敌人 让他们还发现敌人在志愿军的总部后方 安装了通讯塔 设置了防御公式 这说明起码有10级的部队 处于志愿军总部和国境之间 这让我怀疑 志愿军总部是怎么在朝鲜站住脚的 历史上一度还真有美国部队 在远处走了彭德怀身后的危机 但是这是因为志愿军的第一个总部 在平安北道大驭洞 属于西线战区 和东线九兵团进军路线没有任何关系 彭德怀之所以遇险 是因为他被野战部队先进入了朝鲜 在第一次战役之前 就接近了美国步兵分队 九兵团是第二批进入朝鲜部队 在他们之前 42军早就得更远的南方打过仗了 不可能在九兵团和总部的共同后方 还有强大的守备部队 这个场景安排过于刻意 既不符合事实 也破坏了后面长津湖战役的主题 如果能够直接删掉 既省了经费 也会让电影更紧凑 千言万语结合成一句话 我们的历史事实已经足够震撼了 没有必要用编造的可笑剧情 来证实我们的英雄形象 比如说整个片子最扯的剧情 就是老牌场开车 给美国去送信号弹 这对应的实际剧情是有的 是志愿军阻击美国陆军31团突围的时候 为了削弱美国空中支援 志愿军把作战距离拉近到几十米内 最后凝固汽油弹同时炸到了敌我双方 也最终把突围部队堵了回去 长津湖电影还和大多数国产电影一样 把作战密度夸大了几十倍 我们总是看到志愿军排成19世纪的密集阵型进攻 历史上的长津湖战役 因为九兵团部分军官不理解美军的火力密度 也因为通讯协调不好 的确发生过几次失败的密集冲锋 比如说241团一次进攻就几乎耗尽了步兵预备队 但是大多数志愿军进攻 都是多个联队相互协调 大范围内的疏散队型冲锋 如果像电影里边那样 只有七连单打独斗的时候还能讲个队形 其他情况都是在敌人几十米之外就潜伏 吹哨子就肩命肩冲锋 志愿军早就打没了 我是理解导演希望在镜头内表现大公共战斗的想法的 我也知道导演 他觉得按照实际的场景拍展现不了大公共战斗的人多 但历史上其实已经给出方案了 当时在围攻几个基地的时候 迪我双方都回忆 在探照灯和赵明弹的灯光下 志愿军夜战冲击阵型的剑影 都被投射到一个平面上 一两个连队就有人山人海的效果 这种现实中存在的场景 导演和编剧稍微看一下战士资料 就不会死守着拍康日神剧的习惯去扭曲历史 总的来说 这部电影是有可看之处的 在坐在电影院里看前20分钟的时候 我心想 回家之后要带我儿子再看一遍 我们的中国导演真有进步了 但是看完全片之后 我回家要对家里人说 你们爱看就看 我不拦着 但是看完了 我得推荐你再看看我的影评 去中和一下 我们本来可以拍的更好 现在这部的风格实在是太像童话了 如果是单位或者计算党组织 作为集体教育活动组织 大家去看 那我更要提醒一下 最好能够提前学习一下战士资料 看看刷翻的回忆录 如果是拿着电影当事实 还要用里面的情节去写学习资料 那还是不要去看的好 影评结束了 虽然我给电影打了个5.5分 但我还是要说 长津湖这种题材能拍就是好事 陈改革也好 管虎也好 我都鼓励他们多拍电影 我只是希望国家 不要让少数人垄断好题材 又让每个文艺单位中 自由地展示历史 从自己的角度去描述历史 最后才能大浪掏杀 派出好作品 好 感谢各位收看 335期节目到此结束 请注意睡前消息正常的播出时间 每周二五日的晚上 本期节目是属于例外 我们五号星期二再见